第15題乘上題若一旋的施力分別是F1 F2 F3和F4 比較各式一的施力幣D1 D2 D3和D4的大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謂的力幣是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離 F1的力線在這裡 支點到力線垂直距離在這邊 所以我們的D1就等於我們的半徑 我們的F2的力線在這裡 我們的支點到力線垂直距離是這一段 所以我們的D2比我們的半徑要小 我們的F3的力線在這裡 我們的支點到力線垂直距離是這一塊 它就等於直徑 所以D3就等於直徑 然後F4的力線在這裡 支點到力線垂直距離是這一段 所以它會比我們的D4 會比我們的半徑要來的大 但是會比我們的直徑要來的小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我們D3是最大的 然後大於D4 然後呢大於D1 然後大於D2 所以因此我們要看出來 第15題或我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A D1大於D2 D2 D4 D4 D4